雛橘變身成粉紅小豬 哈囉大家好我是SUPER 今天要教大家的東西是之前有教過的一些基本的基礎的東西 然後它串在一起可以做的一個造型 那以單條氣球為主 它可以做一朵小小的雛橘 然後這個雛橘它可以再變身成一隻粉紅小豬的造型 那是我們今天需要用到的材料有 打氣筒一隻 粉紅色的260一條 一條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要打氣 大概有尾巴流大概一半的氣量 大概有一半的氣量 打結 打結 打氣筒我們就不需要了 首先 首先我們要先做一個蘋果結在頭的地方 蘋果結 捏一個蘋果結 這之前有教過我如果不記得的話可以再去看一下那個教學影片 蘋果結 然後後面 後面我們連續做7個小泡泡 7個小泡泡 一樣大的7個小泡泡 1個1個2個2個3個3個4個5個6個7個 好記得我前面說的小小泡泡 這個單泡中間每一個間隔它的轉的方向是要一致的 不然這個氣泡它就會一直的彈開你就沒有辦法操作 好接下來把後面數過來的5個1 2 3 4 5 後面5個氣球 把它轉在一起 把它轉在一起像這樣子 剛剛前面蘋果鞋的地方 剛剛穿過這個中間的洞 穿過中間的洞 穿過中間的洞 OK 如果你只是要做雛橘的話 這樣就完成了 你可以在這邊做一個小小的葉子 兩邊做葉子 或者是把多餘的氣球 結掉 它就是一個可愛的小雛橘 小雛橘 OK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雛橘 變身成一隻粉紅色的小豬 很簡單 之前有教過熊耳結 把這個跟這個捏成熊耳結 捏成熊耳結 OK 這樣子一個小豬的頭就完成了 這是一個小豬的頭 比較抽象要想像一下 然後後面 後面就跟貴賓狗的做法雷同 先做出它的一個 脖子 然後做它的前腳 我喜歡做小小的啦 那你前腳 就是腳的部分 你也可以做大一點 但我喜歡做小小隻的 我喜歡做這樣子 腳我喜歡做這樣小小的 身體也做小小的 我覺得這樣比較可愛啦 所以這邊也是一個單泡 再一個單泡 就是做一個雙泡結 來稍微解說一下 前面是用個小雏橘 然後左右兩邊把它捏成熊耳結 捏一個單泡當它的脖子 當它的脖子 前腳的部分做一個雙泡結 腳你可以做長也可以做短 中間身體的部分再一個單泡 再一個單泡 然後後腳的部分一樣做一個雙泡結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會把尾巴 再做一個熊耳結 再做一個熊耳結 轉一個單泡 然後做一個熊耳結 像這樣子做一個熊耳結 在後面 然後剩下的氣球 我就會把它結掉 這邊沒有打結是無所謂的 這邊可以不用打結 把它繞緊就可以了 繞緊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個小小的熊耳結 就當作它的屁股 小尾巴的地方 這是它的正面 豬鼻子 豬耳朵 一個小小的 粉紅小豬 就這樣子 除菊變身成粉紅小豬 這是一個單條氣球的 氣球造型 所以在街頭 其實也是非常實用的 如果是自由打賞的話 這種小小的 作品其實蠻實用的 交給你們